来关心的是泰山股权之争持续延烧 昨天员工围堵了国宝集团高层朱国荣抗议之后 泰山企业的董事詹浩君 他也由律师陪同前往台北地检署了 他告发朱国荣还有龙邦国际的董事长刘伟龙 以及泰山公司的前董事詹岳林 涉嫌犯下内线交易还有特别被信罪 泰山董事詹浩君他质疑了 他释出全家持股当天 盘后一笔十亿的泰山股权交易 让前董事詹岳林占了一笔 但是如果以去年中的收盘价来看的话 龙邦的这笔交易却亏了有三亿 因此提告背信双方争斗不休 而先前市场派也质疑泰山企业掏空公司 要求要尽速召开临时股东会 我是刘佳 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时事国际脉动 财经动态还有气象资讯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 让你重要消息不漏接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式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